吉隆坡国际机场发生枪案 至今已经过了一天 全国警方绷紧神经 极力追踪嫌犯 甚至加强马太边境管制 全力缉拿凶徒 最终有所斩获 今天在吉兰丹哥达巴鲁 逮捕了枪手归案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 向马新社证实 现年38岁的嫌犯 是在下午3点左右 在割打巴鲁县一个地点被捕 他说五级阿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 或州总警长将针对此事 召开新闻发布会交代详情